不要担心 不用擔心 拖開手示意自己可以上車 他就是率領統促黨 嬴政黨部的主委李嘉威 十一號下午彰化 檢警持拘票南下嘉義拘提 李嘉威和丈夫吳京湖兩人 上車前一刻李嘉威 還和白狼張安樂講了幾句話 隨後兩人互相擁抱 李嘉威邊走邊回頭揮手 和張安樂再見 時間拉到九號晚上 全部人跳 大甲媽軟教經過民生地下道時 李嘉威扯開嗓子吼叫 帶頭衝 大姐頭般的氣勢 一群人助陣向他靠攏 他及丈夫兩人和白狼張安樂 頗有淵源 扛著軟教在管制區內的是 他的丈夫吳京湖 吳京湖是迎政黨部榮譽主委 也是竹聯邦地虎堂主 過去曾有多項前科 而李嘉威不只擔任迎政黨部主委 也是彰化縣二十五屆記者公會理事 曾參選台中市 第四選區立委 從統促黨粉絲專頁中 李嘉威拜年影片也秀出些許端倪 背景高掛統促黨旗幟 連字幕都選用簡體字 以及黨員們之間的聚會 都不忘放上五星期 這回又因為白狼張安樂的介入 引發統促黨捲入染紅宗教盛世淫餘 有背後有紅色的視力介入 這個是我們偵辦的一個重點 吳京湖 李嘉威夫妻兩人十一號遭到拘提 晚間分別以十五萬及二十萬交保 白狼張安樂搶救事件 引爆近年來最大規模衝突 這也引發立委林楚英抨擊 繞進活動遭中共染指麻 兼調音追查幕後黑手 三選六國松取出為彰化嘉義參謀的